12月15号这关键的关税生效日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的说法是反复变奏 而先前才说这贸易谈判可能会拖到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马上立刻改口 他说有机会能够达成协定 而来自于在中国官媒的环球时报最近报道 中国还是可能会发布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 进行反析 美国总统川普在伦敦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 对于美中达成贸易协议并没有设下期限 甚至还表示如果等到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后 再达成协议可能会更好 暗示今年底以前达成协议可能无望 针对签署香港法案的冲击川普没有多谈 似乎不想在火上浇油 而川普的幕僚也表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正在撰写中 渴望在年底前达成 而中方二号首度祭出反制措施 制裁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内多个美国非政府组织 环球时报也随即发布评论称这只是最轻的第一波反制 更强调住宅在香港的解放军不是摆设 如果基本法受到严重的冲击 这支军队一定会给恶势力迎头痛击 通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最新又推文表示因为美国众议院将通过新疆法案 中国将释出一份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包括英特尔 高通 联邦快递等美国大型企业 还点名法案提案人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 都可能遭到制裁 习近平强调 今年以来 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干涉中俄内部事务 威胁两国主权安全 阻碍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罕见公开批评美国 不过中方没有针对贸易协议本身提出反制 似乎为双方留了转环余地 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最新接受访问时 又借用川普的话表示 如果15号以前美中贸易谈判没有结果 美国将会提高关税 罗斯还强调12月加征关税不会影响美国耶诞购物计 因为零售商已经提前备好库存 这时候提高关税相当适合 又让美中第一阶段协议蒙上阴影 杰林博与陈一帆综合报道 好 12月的法人操作 这个选顾可能法人都还是会看基本面 不过内资不同 刚刚也提到说年底可能会有作账的行情 内资有时候一期合成 有没有大转机的本孟比股呢 我想在这边我们来看 一个本孟比一个法人作账 我们先谈一个东西叫做右空 我们讲现在是不是讲一个右空跟一个真突破 这个时候他不适合这边做右空 右空实际不在现在 如果要咬你右空的话 要摆到几月 一月去 因为一月后面有股东会摇死你 如果要右空的话会摆在6月 那时候会出现会嘎死你 那再来一个右空形态是 要涨上来以后 在高档里面像老人爬楼梯 走不动 一步一步慢慢这样走不动走不动 然后 老人吃到大力丸开了往上集冲 所以这个行一到这边之后 它是一个三角形态整理 它没有这样子下来 所以就不会去右空来咬你 所以它是一个整理阶段 整理 这个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图里面 这十年来都在涨 看我第一个图里面 那是因为 这十年来在走多多 上一个 上一个图 先看这个 这个是酝酿3955大涨的 这个 那一个十年 有涨有跌 我画箭头是指12月 各位如果看一开始 那个12月是涨了一个月以后 从10393给你跌死 对 所以不一定嘛 那再来一个 到3411反弹的时候 是不是那画红线 那是红线 那个月 涨了以后 但是涨了不到半年 又崩又跌下来 各位 这很恐怖哦 你看 再来这一阵里面 涨涨跌跌是跟着航运多头与空头 等到了后面 9859下来的那一个点 反弹完以后 直接你有头砍掉 有腰砍断 为什么 蓝腰斩生要多少 9859凯分是3955 所以十年平均航运 跟着是多跟空 好我们再来 所以意思说12月份涨 不见得后面会再涨 不见得 对不对 那3955的时候 看下降图一里面 我们在股市现场 好害怕 我这种是股市坏蛋吧 看久了 熊市大反弹 这叫右空嘎空 那315最差的时候开始嘎 一路嘎到现在 315涨跌一万多点 所以这时候开始 下一个图就出来说 当它完成大底的时候 这是现在 平均十月以来 是不是都是涨涨涨 因此帮你飙了 88年回到满涨 89年 104年 105年 等都是在涨 为什么呢 因为它走一个 大多头格局 好相对来了 这个地方 它应该还没那么快下来 但是说你要它再像 以前那么大涨 未必 因此 这个状况 你就告诉我们说 股票要涨是小环境 小素描 大环境要好 风调雨顺会大涨 如果好与不好 看股市高跟低 因此回归来了 那我怎么做 我怎么做 好就来这边现行了 这个现行里面 上涨趋势已经遭破坏 但是三角压缩整理 而且特定人批命在手 11485 守守守现在已经 撑到这个现行上面去突破了 所以目前我的定位叫做 大盘指数 你不要认为它要大跌 它偏涨 但你说它偏大急喷 台湾基本面没有道理 涨到多少点去 另外 川普那样做 他是牵扯到老共的主权 这个事情不可能 他投降说 美国你说的都算 美国就都算 所以来讲 这个结果来讲的话 不会就这样说 中共会投降 美国会得益 因此股票要大涨 所以这个里面 那个操作里面说 还回归到 个股操作为宜 好 怎么操作策略来了 来 老手告诉你怎么操作 老伪告诉你 看在图字卡里面 这里面我们就看了 很精彩了 第一个操作里面 我们在做账怎么做账 上贵公司维稳 平均收盘价做价 因此 他就说 到了谁有股价 上上下下不太会动 我带来图经里面 我们看这个例子叫做 可以看一下带来的叫做 华南经 这个股票是不是平均维稳 但是维持住 12个月平均价做结算 所以任何的上市贵公司 以这样为主 台一店呢 那我们怎么看 他有可能 但也是另外一个反人拱 再来我们看出一个 2504国产 是不是前面先飙上来以后 进到12月开始怎样 停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些你们是不是停住了 那再来看 这种纪录线型 短线就要涨 因为压回以后 业内冲进去以现金来做 再来我们来看出来是说 投资机构 最后一天收盘价做账 他才会去 撑他 撑他的部分 那这个里面 再来就是说 投信基金 投信这些反而做账里面 他会共同拱他手上 最多持股的 目前这些股票 没有哪个很强 投信也没人要买基金 所以他要硬拱的机会小 我们看一档股票 这个是叫做6244冒敌 95年的时候 当时是太阳冷板 当时他们最多 拼命拱拼命拱 每家都拱 当时我在投信 我们也下令 追啊 追追追 可是 追赚30%卖 50%卖 一倍卖 结果日胜投信 一路拱 最第一名 最高多少钱各位 最高是在 985块钱 所以如果大多投 如果有共同持股 他会拱到上面去 因此在目前我看出来说 投信去拱哪一档 特定股票 目前几率 以我的经验 他是比较欠缺的 然后再来 业内冲 多投股 这个重要的 短线里面 各位我们来看 5483中美金 这个够热 看现行 这业内要 笑来笑去的 短线给你笑 然后再来看看 南亚科 这是业内爱做的 好你看 这线下来以后 已经会冲的 国具 那个妖怪 又符合基本面 那在里面的话 这里面的联电 是不是也符合 中美金 这些股票就是说 业内在集中状势下 它短线里面有 大家短空的味道 然后再来 冷僻小股本 我们看我在图卡里面 加合 各位看看 是不是冷僻 是不是小股本 是不是整天不动股掌 这个地方 某台某几 10月份开始给你 叭叭叭叭叭上去 对 我公司要做账啊 我本业不好 更要做账啊 我忍了一年 别人家说吃一样喝啦 赚多少 我这个当老板都没面子啊 我要拉一下做账嘛 我们在看哪个股票 3085 各位 你可能没听过 新零售 11亿 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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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些短线里面 你天天给你掌精板 做什么 做账 做补账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股票 各位 这种股票 很难抓得到操作 请各位 当做没有 但盘面上会不错 所以这类股票是比较 我们来讲是 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回归这个里面 操作里面 我建议还是回到 这里面中规中矩的 基本面向上 还有现行往上的股票 这里面 那如果杜老师 你在建议我做什么呢 第三项 投资人心里全部偏多 所以这个里面的时候 你完全找 成交量大的 现行多的股票 去跟着操作就可以了 这地方不建议你摆长线 如果我们要挑法人股 既然这么好 就不于现在去追嘛 既然长线要涨很多 很多很多 那我等它拉回来看 如果短线在十月操作 完全跟市场一样的操作 量大 现行好 法人集中 第二个 有人再加短个股票 来做操作 等一下 我再将法人 看好明年的股票的技术面 一并给您做分享 好 还有哪一些呢 但是法人作账 从近五个交易者来看 法人买了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听听汉晨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